您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狡兔三枯 普京已安排后路 俄军最近节节败退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了 普京已为自己准备了后路 据英国每日劲爆提报 普京在非洲的中非共和国 偷偷的藏了价值123亿英镑的黄金 以及现钞 这笔庞大的财富 目前由支持普京的雇佣兵 瓦格纳集团严密保护 专门给普京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使用 另外普京还在瑞士银行等等 跟他关系不错的 比如说阿根廷等等 国际金融机构控制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 将来用这笔钱 普京照样可以干预俄罗斯局势 甚至跟俄罗斯新政府讨价还价 并且可以收买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中国、印度、巴西领导人等等 就是那些在联合国不断投票 反对联合国要求俄罗斯赔款决议的那么一些国家 这些国家从本质上来说 都跟普京有秘密关系 这个报道称呢 普京上周五还与中非共和国的总统方廷刚刚通话 说他愿意向中非提供更多的援助 很多资料都是来自俄罗斯反对派的揭露 他们说普京与中非共和国总统一向有异常密切的私人关系 另外反对派还揭露 普京认为中非共和国才是他和亲人撤离俄罗斯的最理想的避难处 因为他已经安排他的情妇 39岁的以前的俄罗斯的体操冠军阿里纳 会随他一起去到中非去陪伴他 我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中非共和国人口仅仅400多万 也就是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国 也就相当于欧洲一个几十万人的国家 而且中非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居然只有500美元 这才是全世界到所第一的国家 也就是说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当然容易控制 不过有很多网友认为 普京去了会不会被劫裁呢 比如说被当地的这个政府啊 警察呀 军队呀 法院呀 巧立明目 把他的巨额资金给弄走呢 我又仔细查了一下中非这个国家的资料 发现这个国家呢 全国的武装部队 总共只有2500人 而且呢 这些武装部队呢 还不是正式的军队 它是包括了陆军 有大概千把人 另外呢 总统卫队 有几百人 都是也就是警卫性质的 还有宪兵几百人 还有空军几十个人 也就是说呢 全部加在一起才2500人 真正具有战斗能力的军队呢 就是装备了比如说武装的一些 就是哪怕是装一条拍击炮 像个样子 也就几百人而已 因为总统卫队 宪兵呢 和空军呢 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战斗力 空军是百个样子 总统卫队和宪兵呢 主要是为了镇压老百姓 所以呢 就这么一点人马呢 可以这么说 瓦格纳的几百人 就能干翻他们 控制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呢 瓦格纳雇佣兵呢 最精锐的部队呢 虽然说呢 跟乌克兰人打得 这个难分难解 不相上下 但是呢 对付非洲这些军队 他们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有人估计呢 不要什么五百六百 这个瓦格纳雇佣兵呢 有两百个瓦格纳雇佣兵 就能把这个中非 全部的武装力量 2500人 一个礼拜就能消灭掉 消灭得干干净净净 然后普京呢 就能够控制这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呢 普京不会轻易走这条路 因为那可能引起 国际社会的干预 这个国家不用干预 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呢 都非常贪婪 自私 愚昧 他们呢 每个人都是想钱 然后坑别人 所以普京呢 随便扔几根骨头 这些非洲伙计们 就会争宣恐后地 效忠普京 对于少说不听话的 跟普京对着干的 普京就可以使用 他的特务手段 派这个瓦格纳雇佣兵 收买一些黑人 可能随便给个几百块钱 比如说 一百美元 两百美元 就能干掉一个 所以说呢 普京呢 可以在幕后 操纵这个国家 在那里 重重拥有的过日子 事实上呢 在上个世纪 法国的雇佣军 中非呢 我估计呢 这个国家这么贫困 这么混乱 以前应该肯定 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而是可能是 法国的殖民地 以前法国人 有时候那时候 雇佣兵就几十个人 五十个人 八十个人 就曾经控制 类似于中非这样的 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呢 应该在 四十年前呢 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人口 我估计也就是 一百万左右 之外呢 就是加拿大人 举国痛斥习近平 习近平呢 在中国呢 连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呢 抽搐满字 觉得自己呢 终于成了中国的 这个皇帝般的统治者 觉得自己的地位 深圣不可动摇 觉得海外的这些领导人 被人民选来选去的 今天还是总理 明天就可能下台 比如说就英国首相 大英帝国的首相 有的只干了一个多月 像特拉斯就下台了 有的干了几年 像这个干了两年 也就下台了 所以说呢 习近平觉得自己呢 才是目前世界上 最厉害的家伙 所以呢 他才会在这个 印尼呢 粗暴地对待加拿大总理 结果呢 他没想到 这个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怒 这几天 跟加拿大朝野上下呢 可以说是 全情激愤 都在痛批习近平 对他们总理的威胁 与蛮轰态度 这里面包括 支持特鲁多的加拿大人 和反对特鲁多的 加拿大反对党 因为呢 他们认为呢 不管怎么说 特鲁多呢 还是一个西方的绅士 而习近平呢 则完全是个土包子 香巴佬 不能够容忍 习近平呢 这样对加拿大总理的藐视 所以加拿大媒体呢 也在对习近平呢 口诛笔法 揭露他的 一系列丑恶历史 尤其是指出呢 他当知青的时候呢 在这个 那种铺满666 那个粉的那个床上 睡了好多年 因为山北呢 那个设置多 那正常人是不能去生存的 去了以后呢 可以这么说 你浑身都会被起满疙瘩 你整夜就会抓烂了以后呢 甚至一个星期就可能死掉 因为你全身抓烂了 发炎 这个化膿 那是非常危言的 就是全身都长满戒床 这个我以前在老教队见过 甚至目睹过 有人上身 我自己都差点死于 这种没完没了的皮肤烧痒 又没有药物 中国是没有 以前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疗 中国的赤脚医生呢 只会蛮干一切 看来呢 加拿大人已经丢掉了 所有对中国的幻想 他们将会全力拓展 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市场 寻找安全的经济伙伴 发展和台湾的关系 这样看来呢 加拿大的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你得罪了习近平 得罪了这个中国 是好事情 你会因祸得福 否则的话呢 你看将来这个俄罗斯 他发动战争 结果导致呢 跟他经济关系密切的 德国呢 受害深重 因为大量的企业都 这个亏本破产 最后呢 不得不狼狈地撤出俄罗斯 那个省事多大呀 另外呢 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深刻认知 值得我们的重视 波兰总理 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呢 今天说呢 俄罗斯是人类世界的变态肿瘤 让我们加深这个印象 变态的肿瘤 就是俄罗斯首先是一个变态 变态民族 其次呢 它总的来说呢 它是人类整个这个 躯体上的一枚肿瘤 它不仅威胁着 这个本国的一些 比如说少数民族 和其他的一些 不认同这个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对派 而且呢 威胁着整个的欧洲 所以说呢 无论对内对外呢 它都是一股这个邪恶的力量 既然是变态肿瘤 那就必须割除 这个呢 应该是人类的基本常识 以前呢 西方总是有一些善良的人 认为甚至呢 他们曾经占据优势 觉得可以避免开刀 使用温和的方法 让俄罗斯呢 这个恶性肿瘤呢 慢慢的缩小 最后消失 但是事实上呢 西方的绥靖政策 在过去二十年来 反而让俄罗斯这个变态肿瘤 一直在扩大 侵略车城 侵略哥鲁吉亚 侵略克里米亚 出兵叙利亚 简直是没完没了 所以呢 现在呢 西方已经认识到 只有使用手术刀 才能切除俄罗斯肿瘤 而乌克兰军队呢 就是这把手术刀 对于另一个邪恶帝国 中华帝国呢 其实呢 也唯有这个办法 其实呢 真正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 不难认识到 两千年来 中国人唯一进步的时代 就是从1840年到1925年 因为在那些年里 从英军到八国联军 西方不断地用手术刀呢 帮助中国人切割肿瘤 也就是当时的所谓的 这个满门百万雄狮 那个实际上是 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骑在中国人民身上的 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肿瘤 结果呢 这样的不断地切割肿瘤以后呢 中国人就摆脱了负担 所以呢 那些年代呢 中国人开始接触世界各地的 真正的知识观念上 各方面都有所变化 技术上也有巨大的进步 尤其是43个环绕中国 沿海地区的租界 还有长江领域的 比如说从重庆武汉的租界 更是呢 给中国人巨大的启发 可以这么说呢 你想想43个 像香港一样的租界 而且呢 你不要这个护照 什么签证免费 就可以进入 就相当于法拉圣 可以随便来 唐人也可以随便去 那中国人能学到多少东西啊 几千年的差距 都在迅速地被这个减少 就是说呢 中国人有了一个学习的模板样板 但是呢 在1925年之后呢 西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内部的这个冲突呢 嗯 就是说实际上从 1914年就开始了 西方就不太干预中国人了 也就是停止给中国人做手术 结果呢 就导致中国的肿瘤呢 就开始不断地扩大 一开始是翘翘地扩大 然后呢 俄罗斯这个肿瘤呢 开始进入中国 扶植国民党 办了黄埔军校 就导致了中国肿瘤呢 迅速地扩大 最终呢 发展到呢 共产党这个恶性肿瘤呢 在中国的膨胀 甚至呢 发展到现在 这个习近平呢 作为这个肿瘤的 一个代表性的 这个病 这个组织代表的头目 也就是说 作为肿瘤的象征 他现在都已经能够 对全人类发动病毒战 你说是多么的危险 所以说呢 美国在这方面的判断 还是正确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呢 还是中国 因为呢 中国呢 其实呢 是比俄罗斯 更加恶性的肿瘤 可以说是更加的危险